嗨,大家好,我是肉圓 肉圓今天要介紹的是全補來自農會的產品 這產品呢,我有選,我全補都選的就是泡麵類的 為什麼要選泡麵呢? 因為大家都亂花錢,到外面就要吃泡麵 所以現在就來跟大家分享有什麼好吃的泡麵呢? 一類呢,是大甘肉出來,不是大甘肉出來,大甘農會出來 蚵仔,米粉,這個真的是很特別 另外一個,對於雞蛋來的 雞蛋,大家都會想到要到雞蛋的話,會去烤店買海鮮 所以啊,在雞蛋裡就出一個泡麵,叫做海鮮類的泡麵 你看看,這個泡麵很特別 現在這裡有偷吐魚,這裡有生根,這裡還有雞魚,三種口味的泡麵 等一下就泡給大家看 那另外一個,大家一定會覺得很趣 有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要怎麼念他的台語 哈哈,悟風,你不知道悟風的台語要怎麼念 給你們看一看 悟風的台語呢,叫做 寶鳳 叫寶鳳 啊,他古早名的名字,大家一定不知道 他叫做 阿大布 哈,不知道吧 不知道為什麼叫阿大布吧 不知道,沒關係 有一齣電影的叫做阿大布泡麵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啊這個呢,來煮那個 來煮補風的那個麵呢,叫做 小酒 油絲麵 所以等一下也是要泡給大家知道 另外一個啊,好笑到的 來得為的呢,這個產品啊 是中華二人出的干貝 干貝的麵啦 這也是很強敗 還有啊,全國農會啊,出兩種米啊 這兩種米啊,是含米的 所以咧,我剛才在說的時候 也想像一下筆小魚 是米,不是米 所以它是用米做的,米 啊,這個產品呢 第一,這是有20%的 20%的米來做的 這個米的話,是牛肉的米齁 另外一個是 用50%的米去做的 這個米是什麼呢 大家最愛吃的 麻油、薑、米 所以咧,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這個八種的泡麵 好,我們現在就來泡麵吧 這個 五湯 是我的五湯咧 薑的香味真的很厚 不過啊 酒味也很重 這個 不能喝酒的人 會醉 真的會醉 不過啊 真的很好吃的喔 要吃那種麻油麵酸的人啊 這包 很適合你的 好吃 現在 現在三碗米粉已經泡好了了 一個是色梗,一個是雞魚,一個是頭肚魚 現在就來吃,大家看囉 喔 這真的是很爽 三種啊 吃了之後啊 這種泡麵 多那麼清 而且啊 可以吃到海鮮品 尤其是這個酸梗啊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因為市民上要找到這種酸梗的泡麵啊 真的是很少的 其他啊 雞魚啊 還有土豆魚啊 也是 看你有咬魚啊 不咬魚啦 果然啊 那個肉丸 這樣吃起來的時候 我好咬魚吃 色梗的口味 因為 我就是要吃那麼特別啦 啊 其實這三種都很好吃 就看你們自己有咬魚嗎 囉 好嗎 好嗎 就好吃啊 它這是甘肥蕎麥麵,真的好吃 這我有推薦,這要去中華李林買這個甘肥麵,好吃 現在吃的是鸟國農會出的芋肉麵,它這是焦麻風味,所以吃起來有像四川麻辣鍋的口味 香香、香香,香香脆,香脆炖,香脆炖這種錢放在牙齒肉麵 如果你夾它吃這種麻辣鍋口味的芋肉麵,我覺得我不錯吃這個 6. 飲料 3. 飲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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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飲料 好!這個有風的農回出的 這叫做燒酒油麵 我現在吃起來好像不錯 因為當酒的氣味真的很讚 所以如果冬天吃這個味道的話 我覺得喔 燙燙溫暖溫暖真的不錯 這個大陸的蚵仔麵粉真的是不錯吃 不過啦 有一個觀點就是 它沒那麼放的是豬油蔥 所以怕大口的人可能會稍微放那麼久 不然我怕你們的卡路里知道嗎 卡路里太高了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八種農迴出場的味道 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呢 有感覺到一種嗎 你如果真的要吃海鮮鯉的肉園真的要推薦 你要吃那種中華麗麟出的咖啡麵 因為它的咖啡真的給你很多啦 而且炮起來有更香 有更好吃 那你如果要吃泡麵鯉的話 台角龍海出的蚵仔麵粉也會很特別 因為你可以吃到一顆一顆的蚵仔在裡面 那你如果要吃牛肉口味的話 這個全國都會出的 這叫蚵仔麵嗎 蚵仔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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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蚵仔麵耶 這個蚵仔麵為什麼要叫蚵仔麵呢 因為它裡面有20%米的米在裡面 那不是全部都是用米下去做的 那你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裡面有米的關係 所以你吃後會那麼好消化 而且它這是用台灣米下去做的喔 沒去長那個圓人 沒有去長一年的 那現在呢 就大家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台灣的龍海啊 真的出產很多很多很多很好玩 還有很多產品 不知道你有注意到嗎 那你如果今天對這些產品有顯示的話 可以去龍海的網站 它叫做真情食品館 上面的話 有很多龍海的產品在上面賣 而且今天 肉圓開箱的這些泡麵 或是要煮的這些麵 都在龍海的網站上面賣來的 所以有顯示的話 去你網站上面賣就對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OK